台风山陀尔路径稀修更靠近台湾最快29日发海景 路景几率高 中央气象署表示 台风山陀尔移动速度慢 但强度将快速增强 预计29日增强为中度台风 最快29日上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29日深夜或30日清晨可能发陆上台风警报 但由于路径仍有很大不确定性 发陆景时间点变动机会高 朱雅虎李文宗设金华城案北院裁定积押禁件 前顶月开发公司董事长朱雅虎及前台北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宗 被控于金华城案涉嫌刑 收贿 被北检生押禁件 北院28日晚间召开积押亭 裁定朱雅虎及李文宗积押禁件 连大总辩论友邦挺台巴拉圭总统 有个国家该是成员 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期间 邦交国元首与官员陆续表达 对联大地2758日决议被误用的立场 巴拉圭总统潘尼亚说 如果有个国家该是联合国议员 但现在人不是 那就是台湾 马少尔群岛总统海尼指出 决议被误用并威胁台海与区域和平 这不是当初用意 黎巴嫩真主党证实领袖纳斯拉勒身亡 始言继续对抗以色列 英国广播公司BBC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与路透社等媒体报道 黎巴嫩政治与军事组织真主党证实领袖纳斯拉勒死亡 根据路透社 真主党始言会继续对抗以色列 纳斯拉勒带领真主党对抗以色列数十年 指挥真主党发展成最具区域影响力的军事力量 唐奖法治奖得主 中国有许多侵害人权情势需保障言论自由 第六届唐奖法治奖得奖人玛丽 罗宾逊28日上午发表演讲 并接受媒体提问 她说 肯定中国经济发展表现 但中国有许多侵害人权的情势 包括自意监禁等 中国必须保障公民的言论 集会自由 也要建立独立司法体系 无人载聚成军事关键技术专家 无人艇对台帮助大可有效遏止敌舰 厄乌战争使各界注意到无人载聚对于战场的影响 军事专家陈伯宏28日表示 在各种无人载聚当中 以水下无人载聚 无人艇等水面无人载聚对台海防卫作战帮助最大 因为可以有效遏止 杀伤敌方舰队 特派在现场 廖大胜在美国种出台湾水果 服务相亲最快乐 70岁的台湾移民廖大胜外号田庄博 他在加州种植莲物 巴勒 火龙谷等台湾特色水果25年 新德式服务相亲最快乐 廖大胜原本从事建筑业 30年前移民美国 在自家后院种植蔬菜 水果 25年来 他从后院一棵连物树发展成600多坪的小型农场 面积约五座篮球场 台中安和遗址母婴遗骨相拥 学者姑埋葬5000年可能因疫情死亡 近日有网友分享台中安和遗址大奔坑文化中 一具妇人抱着婴儿的遗骨照片引发讨论 学者推估这对人骨已埋葬5000年 可能因疫情导致母婴相继死亡 在家人协助下一桶安葬 大奔坑文化距今5000至4200年前 分布全台包括北部 台中 台南 屏东 高雄 台东 花莲等地 大鼓祥评三分炮本季第54哄 57到超越林母伊朗 MLB洛杉矶到其日极球星大鼓祥评 27日二局上敲出带有一分打点安打后 随即成功到累 本季第57到超越林母伊朗保有的日极 兼亚洲球员单季最多到记录 大鼓六局上再敲三分炮 本季第54哄出炉 到其总教练罗伯兹表示 剩余的比赛都会排大鼓先发 全力帮他完成60哄60到极打击三冠王 潘威伦大巨蛋隐退赛先发6.2局掌声中退场 生涯149升中值最多 统一师投手都督潘威伦中值生涯最后一亿 台北大巨蛋28,018名观众见证 对台刚雄因6.2局三则十分好投画下生涯据点 赛后一世潘威伦直言 其实我真的不想隐退 但身为资深投手 必须让后起之秀有更宽广的舞台历练 成长超越 过往台湾队总教练 队友也到场 台湾队长彭正敏献花 潘威伦最后绕场时难忍情绪落泪 开箱老照片第一届国家品质奖 为鼓励企业提升产品品质 民国79年行政院院会核定设立国家品质奖 奖项参考了日本的代名奖及美国的国家品质奖 并参着国内企业发展模式及实践案例而设立 由行政院长颁发表扬 象征企业经营品质的最高荣誉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